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的恩典 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所以有每一天读一点点 那就决定了我们每一天可不可以一直活在神的面前 今天我们要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我们要从十一节读到十三节 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做王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众人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有可信的话说 那弟兄姐妹当然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可信的 那不过这是一个加强语气 就是让我们注意这些话 就像耶稣所说的 耶稣在他的话语的里面 他有时候他会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这个我实实在在 那就是一个加重语气 不是说其他的话你都不需要听 就是这句话 那为什么要实实在在呢 就是来提醒我们 那保罗也这样讲他有可信的话 那所以弟兄姐妹下面这一段是非常要紧的 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我们一同 也必和他一同做王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那最后一个太大的恩典 就是我们众人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他的自己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看见 这里头一个可信的话就是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就必和他一同做王 我们若否认他他也必否认我们 这个不认的意思就是deny 就是否认的意思 那前两个是正面 后面的是反面的 那弟兄姐妹 这个都是很大三个弊 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那弟兄姐妹怎么样 以耶稣能够与主一起同活呢 就是必须要与基督同死 那弟兄姐妹什么样与主同死 是不是也要去定死 不是的 那这个同死 其实意义就是把自己放下来 把自己放下来 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只要背就行 我们不需要定 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定了 那弟兄姐妹怎么背呢 就是放下我们自己 就是甘心情愿 每一个人当在耶稣的时代 有一个人如果背着十字架 我们就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地是什么 就是被定在上面 那弟兄姐妹 这个背着十字架的意义 就是放下自己 我准备 我就已经准备好放下 我准备好 就是舍弃我的自己 那弟兄姐妹 舍弃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爱好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倾向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天然生命 那为什么要放下自己 弟兄姐妹不要忘记 最好的动机呢 都已经被罪污染了 何况在我们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 是出于不对的动机 那所以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的喜好 想法倾向 弟兄姐妹 不要那么相信 我的决定 或者我的判断 都是对的 那弟兄姐妹 神常常就是要来对付 我们这个东西 而你知道魔鬼之所以 在我们身上还有权势 还有力量 还有能力 还有权力 还有权力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活在天然生命的律里面 那所以弟兄姐妹 天然的律在罗马书里面 就告诉我们 这个天然的律 就是叫我们不断的跌倒 不断的犯罪 不断的失败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那弟兄姐妹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那我们就会看见我们 我们原来是不能的 但是我们是经历祂的全能 我们是不够的 但是 我们就会经历 与主同伙 就是经历祂的 祂的丰盛 那弟兄姐妹 真的与主 与主一同死 那有时候会受到羞辱 那弟兄姐妹 神用什么东西来 来补偿我们呢 弟兄姐妹在人面前 我们可能会羞辱 我们传福音 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放下我们的自己 我们就去对待 用这个 他们说 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你知道多羞辱的事情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 我们就会 结果就是与主同坐 一起来同伙 一起与祂一起来做王 那弟兄姐妹 神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经历这个羞辱 神我们就赢得神 对我们的尊重 那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见 你的祷告就会不一样 你为了祷告 那个权柄的能力就会出来 叫有病的人得到医治 叫软弱的人 能够变成刚强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那这三个事情 都是很重要的 忍耐 忍耐的意思就是 顺服 那为什么要忍耐 因为事情 不会一直一帆风顺 所以当我们 降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 真的不会一帆风顺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所遇见的事情 怎么办 我们就是忍耐 那结果是什么呢 你就会越来越好 从good变成better 然后就变成best 那你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在你的人生里面 结果是什么 就是和主一同坐王 和主一同坐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忍耐 因为有压力 当你顺服主的时候 你与主同行的时候 你会发生有一些的压力 因为环境 许多的人事实利物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 那弟兄姐妹 那我们不断的降服在神的面前 忍耐的降服在人面前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就学习与主同行 那每一天读圣经祷告 做什么呢 忍耐的读圣经祷告 弟兄姐妹 不要讲说为主训道 就是忍耐的读圣经祷告 就是学习与主同行 那弟兄姐妹 为主而活 就是从这样子的操练里面来的 那弟兄姐妹 忍耐忍耐 有时候你的同伴都读圣经不祷告 但是弟兄姐妹 你就是忍耐的读圣经祷告 在神的面前 弟兄姐妹 你看见我们结果是什么 我们就与他一同做亡 与他一同做亡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里面 的确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跌倒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最后这一段给我们极大的安慰 我们纵然是心 但他仍是可信的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都可能短落也可能跌倒 但是弟兄姐妹 别担心 恩典就使我们再可以再来过再一次 所以有一个弟兄 各位朋友 假如说牧师 我这段时间 我的读圣经又停了 我祷告又停了 我说没关系 我们就再来过 再重来 就从什么地方可以 从今天读的圣经 你不需要去 那前面的没有读的 我说就等你放假的时候 你再把它补起来 所以弟兄姐妹 每一天我们都记录 我们的读圣经 祷告 为什么要记录 你如果不记录 你就没有办法过一个很有规律的生活 那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大家一起都来记录 不是要来表达什么 乃是表达 我们能够一起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起做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 我们就可以一直一起的往前面走 弟兄姐妹 赞美主 感谢主 即便我们失败到无理复加的地步 但是弟兄姐妹 你要听见天父的声音 对你说我不离开你 我也不放弃你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这句话太重要了 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 我们这个 我们纵然失信 但他人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他们之前 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在面前 谢谢你 以示成就奇妙式的神 我们的主啊 感谢你 感谢你 我们虽然常常软弱失败 但是主你的恩典是拖着我们 我们会越来越得胜 我们会越来越可以一直的 跟随着主耶稣基督 主啊感谢你的义许 多么的美好 你必与我们同活 而且你要叫我们可以与你一同做我 主啊感谢你 谢谢主 每一次我们坚持的时候 我们就不至于走到否认你的地步 我们的主感谢你 我们每一天都依靠你的大力大力 主啊谢谢你 祝福我们今天的生活 主啊感谢你 必有美好的事要成就在我们身上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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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